大家好 我是陈宿线 欢迎大家收看我第二期的《谈鬼 说鬼 话鬼》 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 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 孟师如意 裁员广进 还要顺便提醒大家 我这个节目不是每个星期播出的 是不定期的播出 如果大家觉得挺好听 希望大家在YouTube上订阅这个节目 顺便在盲房里点击点击点击通知 每一次我有新的特册上传 YouTube会自动通知你 大家到时可以在萤幕上见面 谈鬼 说鬼 话鬼 相信观众都会说 等你这么久有什么好课程给我们听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先要播一段短片给大家看 这个短片是我自己亲自拍的 就是著名多伦多的商场里的猛鬼厕所 在这里先跟大家先知声明 这个未必是真的 只不过是大家在坊间的楼村 这些Urban Legend那类的都市传说 信不上是由你 或者根本都没有这些事情 不如我们现在一起先看看片段先好吗 这个就是很出名很出名的 我这些公布厕所 啊呀 你不要说我自己一步来都两层层 不过是为了给大家看 没有办法 对硬的相片 這個洗手盆弄得整個好像停時間洗澡方的樣子 真的不太好風水 咦 我聽到你的聲音在裡面 對不起啊 有乖莫乖 咦 糟糕 急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個片段之後有什麼感覺呢 尤其是一些對靈異事件特別有為今為今的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一些什麼地方靈異的事情 或者靈異的物體在這裡 這個片段我大約在一個下午兩點鐘左右去拍的 我特地找去日光日白的時候 曼太陽正晚 陽氣缸的時候去拍的 其實是有兩段的 有一段就是我走到地下停車場的洗手間開始拍的 其實我反而覺得這一段挺陰森的 但是很可惜我那個相機回到家之後 我發現竟然拍不到這一段 只有在西手間裡面的那段 這個西手間它裡面燈光已經換得很光亮 所以剛剛進去反而覺得 不是很有靈異的感覺 但是很多時候其實是自己嚇自己的 剛剛拍到一半的時候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沒有辦法 就想著去小解客 突然之間門開了 有人進來 我心裡想一下 哇 不是那晚啊 大哥 是希望是人 然後話口裡完 然後又有一個人進來 我說大哥 每禮拜希望兩個都是人 很幸運 兩個都是人 我心裡安樂了很多 那就立刻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小解 那有時候你真的 很多時候都是自己嚇自己 那大家信不信呢 就是你自己了 不過有時間的 不妨來這個商場 吃一下東西啊 逛一下街啊 買一下東西啊 順便拍一下照片 都挺好的啊 其實呢 在當伦多呢 有很多處病方呢 都非常之成全是鬧鬼的 不單止我們這些華人的地方 尤其是很多愛國人的地方呢 有很多地方呢 是非常之著名的 鬧鬼地點來的 那好像有一間呢 在當伦多市中心 在當伦多市中心 專門吃牛扒的餐廳 聽說那裡很猛鬼的 有很多朋友啊 有很多啊 有很多啊 有些報紙啊 書籍都說過那裡的 那裡呢 那裡呢 是樓下那裡 那裡呢 那裡呢 是有鬼的 那有些人說呢 那隻鬼呢 是一個小孩來的啊 那我呢 我有機會呢 就認識了一個啊 年輕的小鬼妹朋友 那她呢 以前呢 就是在那裡 做過服務員的 那我就問她呢 我說呢 那裡是否真的是男鬼的啊 那她說呢 她自己就沒見過 不過呢 所有在那裡工作的經理啊 老一點的服務員啊 或者是廚師啊 他們個個都深信不疑 說這裡是有鬼的啊 那我問她 那你做多久啊 做得不是很久 那我問她 你一點都沒有感覺到嗎 那這個呢 外國的鬼妹仔 其實鬼妹仔都不是鬼妹仔 你打了二十多歲的啦 那她跟我說呢 見就沒見過啦 但是呢 有種很奇怪的感覺 那你確實每次去樓下的那個 洗手間那個浪那裡呢 會突然之間呢 會突然之間呢 就無骨悚然的了 那不是經常有 是大部分時間的 其實在人馬上呢 那如果她說 你覺得這些是靈異事件呢 對她來說就覺得很奇怪了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身體會 哇 動一動 跟著那些毛管都會 感覺好像雪了出來那樣的樣子 那真的她就沒見過了 其實呢 很多朋友呢 經常都以為呢 那些外國人呢 是不相信有鬼魂的 其實呢 很多是相信的 而且很迷信的喔 尤其是在歐洲那邊的人 因為歐洲是個古老文明的國家 很多都是很古老的國家來的 他們的文化 跟我們中國人都差不多的 他們相信有鬼的 而且很迷信的 所以呢 鬼魂這個傳說呢 就不是說只有我們中國人相信 外國人都會相信的 其實呢 在上個月呢 我也想開始錄製 這個第二輯的 《談鬼說鬼話鬼》了 但剛剛好呢 還好是鬼門關 想一下 閉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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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 在巴士上面 一死都是女朋友自己跳了巴士 又有幾宗的 折熱衍生的跳樓事件 都是不是那麼開心的事情 說不定香港壓力太大的生活 很多朋友呢 他們都有一些 怨恨 不憤 不甘心 還有呢 垂上的感覺 其實呢 做人你千萬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無論有任何的困難 你一定要積極面對 好像一個心境開朗 因為為什麼呢 你越不開心越憤怒 很多時候呢 就很容易招惹到這些 不乾淨的事情 如果你相信這些事情的話 現代呢 一般的年輕人 新一代的人呢 比較少迷信 不相信鬼神 但古老一代的人 是非常相信的 有些人就說 因為呢 因為呢 現在呢 時代變遷了 很多地方 因為環保的問題 和安全的問題 就不准消街衣 又少了很多神功器 我記得我小時候呢 一到越南節呢 就 嘩 很多地方都滿間 都是那些人 在那裏收緊街衣 收緊衣紙 拜祭一些 亡文啊 那樣的 那樣的 又有很多地方 街坊都會搭了一些大氣盤 趁一些氣盤下來 做一些神功器的 那其實呢 我呢 我認為呢 撇開迷信方面來說呢 如果是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應該保持一些 自己的傳統文化 那安全地消一下衣 還有呢 如果那些街坊 可以看劇啊 讓那些在地下的好兄弟都可以看 又有錢收 又有衣著 又有東西吃 那到時呢 開開心心 那來香港幾日遊 那到時候呢 鬼門關部期了 要關門 那你就走了 因為有些人說笑話呢 現在 燒衣又少了 製品又少了 神功器都沒得看 一把火 所以搞了那麼多事 那其實這些呢 就是那些人的偽然送丁 那呢 不要相信 不過如果可以的話呢 浪費些錢啊 請一些劇集班下來 演戲啊 很開心的事情 又要把我們的 中國人的文化傳統 保持下去 是不是 講起這些 燒衣啊 過了新的 茫文啊 又想起呢 有一件事呢 就是去年呢 我們呢 大學的朋友呢 有一次呢 大家又一起出來吃飯 那其中呢 我們一位大學的校友呢 就 不說名字呢 改她做雲小姐啦 那跟她剛剛 聊鬼的事情 那她說呢 哎呀好奇怪啊 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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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都發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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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剛剛呢 來問她說 拿眼鏡 拿著太陽眼鏡啊 那呢 發了幾天了 連續 那她終於一天 忍不住呢 就去她媽媽的房間那裡 打開衣櫃 慢慢找 終於看到 真的有一雙太陽眼鏡在那裡了 就是她媽媽生前最喜歡戴的太陽眼鏡 那麼呢 大家都知道呢 那個年代那些 小年紀的女士呢 很喜歡扮靚的嘛 經常戴著太陽眼鏡的 出街 那麼呢 所以她媽呢 就 然後 慢慢撲騙她呢 就找她 把眼鏡還給她 那麼呢 那我就問 雲小姐 我問妳有沒有 拿去 燒了去 給妳媽媽 她說沒有啊 她說 妳找到這麼多次 找到都不燒給她 她說沒有啊 因為妳剛剛呢 剛剛呢 她媽媽呢 落得狀態很久 她來到那裡很鬆的 所以呢 她就拿了太陽眼鏡 去那個墳場那裡 挖了一個洞 就把眼鏡 埋在她媽媽的墳場 我的墳墓隔壁 我說 嘩 我真是佩服妳 夠膽量 好東西 好東西 那麼呢 那呢 黃小姐說呢 但是很奇怪喔 自從她做這件事之後呢 她就沒有夢了 她媽媽就再沒有來找過她了 那麼呢 因為大家 信又不行 不信又不行 是不是很奇怪呢 那麼呢 那呢 黃小姐呢 是個我們學校的美女來的 讀書以後很厲害的 那麼呢 她不是說 大家以為 或者是有些什麼 錯亂精神啊 或者是 那些人來的 不是很厲害 很漂亮 很有學識的女生來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她的親心靈異的事件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 我這節目要這麼久才補一次呢 因為首先呢 我自己比較忙啦 另外呢 我要出去找資料 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那如果大家 有些真實的個案呢 歡迎你聯絡我 告訴我 我跟大家在其他朋友分享 那另外呢 我想找那些是真的 是自己的親戚朋友 或好朋友 身邊發生的事情 那些 就是那些 動聽 胡說啊 或者是 作戴那些 就無謂 告訴大家 浪費大家時間 又浪費我時間 是不是 接下來 跟大家分享 這個靈異故事呢 就是 我自己小時候呢 跟媽媽一起 聽她說的事情來的 那就是關於 雨嵐節燒醫的問題 那我小時候呢 還很小 還沒上學讀書的 那麼 早起床之後呢 有時候呢 都會跟媽媽一起吃早餐的 那麼呢 剛剛那天呢 就是 就是 雨嵐節燒醫 後第二天來的 那我媽媽呢 那天呢 吃早餐的時候呢 就跟我們那個徐師 就說 哈哈 我昨晚呢 我發夢 夢見我的 就是 好親的 舅公 她呢 走來跟我 問我拿衣服 哈哈 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那樣 那我媽媽就跟那個徐師說 你有沒有 燒到衣紙給他們 昨晚呢 因為呢 我媽媽呢 在那年代呢 每年呢 都會燒很多 金銀珠寶 衣紙給祖宗 還有那些 親憑 戚友的 就是 過了生的那些 這樣呢 就問那個 那個徐師 那個徐師 那徐師說 當然有啦 我連年都有的 不過這樣 她說呢 那天呢 剛剛好呢 什麼都買齊了 只是剛剛藍莊的衣服 就賣光了 所以呢 昨天就沒有辦法燒藍莊衣服給他 只是金銀醫治 我媽媽說 蛤 那你今天 立即快點去幫我買那兩套 補銷給他 那你說 是不是很靈異呢 其實呢 趕到這裡 我想一下呢 其實做人呢 真的要看開一點 不要經常抱怨 或者不值得 這個社會呢 真是很現實的 不單止我們這個人 世間的現實 原來下面都這麼現實的 不信 看看這件案子 平時 好弱的話 沒有問題的話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你一次 不記得 燒少了一件事給他 立即 在下面上來找你 被鬼憂來探望 你是不是多現實呢 唉 所以做人呢 還是看開一點 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說 另外一個真實的個案 是我認識一個朋友 告訴我 大約在80年度 初的時候呢 我就回到香港 做出入口 你知道做出入口 經常都要去那些 不同的工廠 找不同的產品 買給一些歐美的客人 是不是 在那裡 認識了一個工廠的供應商 年紀都大了一點而已 人很好的 好聊得來 有時候出去喝茶的時候 你知道 我最喜歡說鬼故 就是 問一下有沒有什麼靈異事件 我還記得他姓趙的 男母狗 就不怕說他的名字 不過都是保前中後 中間的名字 就不說 叫做趙X熊 這樣 他跟我說 他說 他也有一次 見過鬼 在小時候 我說 要快點告訴我 我最喜歡聽的 他說 他很小的時候 就住在那些 因為家境比較清貧 住在山上 大家不要以為住在半山區 現在新的那些 在那個年代 有很多 從國內走爛的同伴來到香港 那就是沒辦法找到其他地方住 那很多很多 就聚集在那些山邊 山上的那些木 剛才砌了一些屋子出來 那些晶片 就是用來那些做屋頂 那樣 或者門 那樣 現在的人就不記得 從來沒見過 但是那七十前的香港人 大家一定會有印象 一定會見過 是山的那些屋子 那他告訴我 他那時候很小時候 你知道 讀書 香港的花學時間很早 他小時候六點了 要起床 然後就 拿個小書包 慢慢在山上 走到山下 去花學 有一個小學早上 他起床 很累 沒有辦法 慢慢走到山上 拿著書包 突然間 他經過石卡 走到山上 在旁邊的石頭上 坐了一個女人 很年輕 他覺得 到二十歲左右 但他從來沒見過這個女人 他的鄰居 沒有這個人 穿得挺漂亮的 雖然不是華衣美服 但總之跟他們山上住的人 全部不一樣 他穿得差不多 差不多 像粉紅到梅紅色的 一個唐裝三褲 不是小鳳星 但是唐裝三褲 很漂亮的 坐在那裡 什麼聲音都不出 看著地上 我朋友說照三褲 我走走走走走 我都奇怪 看著他 沒見過那個女人 挺好 挺斯文 很漂亮 然後他就走到下面 上學 你知道小孩子 是好奇的 都很奇怪 回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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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女人不見了 那時候他才覺得奇怪 嚇到他全身都冷了 所以回去跟他媽媽說 他媽媽說 下次見到事情 你千萬不要多事 你馬上走 要是回家 千萬不要 豬肆八八去看 去問 他跟我說 這件是他唯一 發生在他身上的靈異事件 他親眼看到的事情 他覺得那個一定是女鬼 因為他住了一個女孩 雖然小時候 從來沒有這樣的鄰居 又不可能 那麼早的時間 每一個女人穿到這樣的顏色 那時候的衣服在那個人方出現 那說起八十年代在香港 那又想起呢 都不是叫做靈異事件的 都是跟鬼怪有關的事情 那就是呢 我們公司就是尖沙咀 那是那些大廈呢 就是那個年代 就是那些商駐兩用的大廈來的 那很多很多的出口公司 貿易行都在那裡 大廈裡面 就是公司我們 都有間寫字樓在那裡的 那呢 那呢 通常呢 我們一出去呢 這邊就有一個電梯的 那另外呢 左手邊的走路那裡 又有一個電梯的 那再轉彎那裡呢 另外一邊呢 又有一個電梯的 那你也知道啦 年紀輕的時候 當然是 心急的啦 那譬如呢 一出去 就打算等電梯 喔這電梯未來 就立即走到另外 左手邊的地方 等那個電梯 有那個發力 急急便下去 那那個電梯那裡呢 去之前 都經過一個很長的走廊來的 那個走廊呢 旁邊呢 就是一間商業公司 不知道做什麼的 但是有人住在裡面的 那呢 有一天呢 這樣呢 放班 剛剛經過 就打算 走那條 那個 看看那個電梯 會不會快走一點呢 是吧 咦 突然一看到 哇 整條走廊 暗了 貼了很多黃色的褲在外面 然後呢 看到他 整條走廊 門後都放了很多香 在那裡 在那裡燒 哇 看那個陣像 嚇死我 那我立刻 當然是 縮人了 去那一邊 坐電梯 這樣呢 然後呢 然後到樓下 就問一下那些管理員 那陣子那裡做什麼事呢 那他就說 不要說 他在那裡 罵鬼 請到道士回來捉鬼 所以呢 就 貼了那些褲出門口 這樣呢 哇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但是呢 哇 看那個陣勢 那個架勢 貼到 整條走廊 氣大大 說起碼 六七十張那些黃色的褲 哇 都在牆那裡 貼在那裡 滿地下 燒那些金 那些香爐 插完保蠟燭在那裡 哇 看到都害怕 所以說 你講得很對的 行頭很緊要的 不管你有沒有料到 總之你擺個陣子出來 哇 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都相信是有了 哇 自從那時候 我說 很久很久 大半年都不敢走那裡 搭電梯 這就是 其中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 不知道有沒有捉到鬼 又不知道有沒有請走鬼 那就是 這麼多 然後跟大家說 另一個 的事件 就是 在八十年代 中期到尾 那時候 剛剛來到加拿大 沒多久 經常都有很多機會出去 吃飯 或者是 認識很多新朋友 那晚 有一個朋友 吃了沒多久 他就說 跟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因為我不駕車的一向 他就載我 他就說 想讓他接著他朋友 一起出去吃晚飯 我說好 然後跟他一起去去去去去 他朋友住在多倫多 一些很舊的舊區 那些樓 都很久很久很久了 去到了 我們以為 就去朋友出門 等 然後還沒得 朋友還在裏面 這個朋友就說 我們一起進去 先坐一會 先坐一會 反正還早 7點多才吃晚飯 坐一坐 然後再一起去吃飯 我說好 那就去到他家裏面 你知道加拿大 那些屋 尤其是古老的屋 那些木板 是走起來 很激激的聲音 然後我就坐在客廳 那裡等了 沒多久 等到他朋友下來 我又問我朋友 你朋友這麼久都沒下來 我說 剛剛下班 完了 現在去換衣服 然後等一等 很快下來 我坐沒多久 我就說 我說我想去洗手間 可不可以 告訴你 在哪裏 我說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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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他說在那裡 das 哪裡 左上樓 即一走上樓梯 第一位對沿口 就是這樣 雙座 我說 ok 那麼我就自己走上去 我東西就走裡面 shredded 門 那個자를渣去 然後小便 好了 真是很奇怪 打進去出來baju 小課堂 好像소리不拆有 也不是說蓋鈋煤 這樓是非常不舒服 很不舒服 很怪悉 很怪悉 你知道舊屋也是一層舊屋的味道 那我就覺得很怪 好像很不舒服 咳咳咳咳 去完洗手間 就馬上走回樓下 我和我這個朋友說 哇 哇 洗手間很怪 他說什麼事 我想對他周深不聚財 哎呀 總之我覺得很不知道怎樣 然後我朋友跟我說 咦 你好東西 什麼事 他說這個洗手間是貴的 咳咳 你不要嚇我 他說是啊 他自己也有一次見到 咳咳 什麼事 他說有一次他又來接朋友 那朋友剛剛下學班 那朋友就在洗手間沖涼 花灑 那條門又是沒有熟 沒關上的 那他又是熟的 那他就想樓上去房間拿些東西 那他拿完東西之後 經過他那個洗手間沒有關上的門 他見到一個女人 白衣女人 在一個廁所那裡 而他那個朋友是剛剛在洗手間沖涼 就是那些花灑 這些塑膠 那這邊就是他的朋友在洗手間沖涼 那這邊就有一個白衣長髮的女人在那裡 哇 他一看就不拖了 是女鬼來的 嚇到急著走到樓下 啊 走出去 那個屋口外面 在車裡等 等他朋友沖涼了 才叫他出來的 那跟他朋友這樣說 那他朋友呢 或者是陽氣重呢 說沒有那些事 戀來的 他說他住了那麼久 什麼都沒有 我是他自己的屋來的 那信不信 又來了 但是呢 我這個朋友是見到 但是他這個朋友是沒見過 從來沒見過 但我趕進去去洗手間沖涼了 真的很刮激的那些味道 我信不信有鬼 那我聽完那個朋友說話的事情之後 那怕一怕之後 我立刻 哇 一把火 那我就立刻跟朋友說 哇 你有沒有搞錯啊 我真的頂你的肺 真的要說粗言為語 哇 你這樣的案子還叫我來這裡 好 他說 不會那麼靈吧 誰知道你會撞到啊 他說 反正帶多幾個男人來這裡 比較旺一旺洋一旺洋氣都好 撞一撞都好 哇 真是XYZ去了 這樣的事情都好介紹 我真是 所以這個朋友以後都不認識 不跟他來往 氣死我 我真是 所以大家出來交朋友 真的要小心點 哎 你這樣的朋友是否真的靠害呢 你會說 嗯 嘩 時間降得很快了 那節目就到明星了 希望你都會很滿意今天 我跟你說這幾個靈異事件個案 雖然或者你覺得驚嚇程度不是很恐怖 但是呢 全部是真人真事 和我認識的朋友 或者親人 或者是很熟很熟的朋友的親人 那是正式的靈異事件 不是作出來的 那如果大家呢 有些什麼真實的個案呢 你喜歡的話呢 可以告訴我 到時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一定要留意 一定要收睇 就是我自己第一次人生 親身經歷的 和靈異事件有關的 和鬼魂有直接接觸的個案 到現在想起都害怕的 到時候呢 希望大家記得收睇我 第三輯的《談鬼說鬼話鬼》 到時候慢慢跟你說吧